林口区公所与林口区原住民发展协会共同办理的原住民学童夏令营熟期辅导班 自去年首度办理之后生活好评 今年再度开办并增加传统文化记忆的课程 让学童们能够传承原民各项记忆 也保护传统知识 为提升原住民学生学业成绩及身心健康 林口区公所及林口区原住民族发展协会 共同办理原住民学童夏令营熟期辅导班 以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原住民学生为对象 自7月8号到8月2号为止 每周一到周五共20天 使原住民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照顾服务 以及优良的读书学习环境 今年度又延续去年的课程 又办理这个原住民儿童夏令营熟期辅导的课程 那主要呢是要帮助我们在地的原住民 小朋友学习一些在地文化 还有多方面的启发的教育 天气这么热小朋友也不晓得去到哪里 那可以趁这个机会 透过学习的方式 当然会比学校来的轻松 然后课演更多元化 让小朋友透过这样子轻松的学习 可以再更接触他们自己本身的传统文化 为了关心学童的学习状况 区长刘淑芬也特别到场 关心学童们的学习情况 并准备了点心跟饮料 为学童加油打气 公所还特别运用就读社会文化系的博士 与国际经济学硕士替代艺男 从旁协助辅导 让艺男可以回馈乡里 学童们对替代艺哥哥的陪伴也相当新奇 今年加了这个原住民手工艺的技能学习 主要呢就是启发我们原住民的小朋友 对我们原住民本身的文化呢 有更深层的认识 那也藉由老师呢在这里教导呢 也知道说自己的文化是什么 在这个时候能够多做一点学习 我想跟他们以后长大 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非常大的注意 所以我们公所会持续来办理这样子 让我们的学童能够学习到自己传统文化的部分 林口区长刘淑芬表示 因去年第一期开班广受好评 今年本着原住民族学生教育重视 持续开办原住民学童夏立宁暑期辅导班 以启发性的教学引导孩子们创意动脑 文章书写与艺术表达 另外透过原住民传统文化记忆指导 传承原民各项记忆保护传统知识 以上新闻记者 胡宇轩林口采访报导